你讲的无量寿金 请问老法斯 像我们这样业障深重的人 还要听其他经典吗 听经文法是缘分 但是 听经呢 要真正能得经教的利益 在自己智慧没有开 还不能辨别是非邪正 这个时候 最好啊 听一家之言 这个不算是私证 为什么呢 听一个老师讲经 是一条路 能够帮助你坚定信心 到自己 这个经教啊 有一点基础 能够辨别邪正 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听 广书多文 广书多文 对你只有利益 没有损害 你能够辨别 邪正是非 那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学一步经 这一门深入 这是用功的方法 佛法呢 是念门 解门跟行门 行门 要转 解门 要拨 拨学多文 你看四红寺院里面 不是说吗 法门无量寺院学 那是解门 那我们在华严经 幕后所看到的 山财同志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典范 你看他行门 山财同志是学念佛法门 真的是一生 没有改变 但是解门呢 他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代表 广书多文 成就自己 厚得志 厚得志就是 无所不知 所以他什么都接触 什么都通达 但是 他决定不会改变 他念佛求生净土 那个念佛求生净土呢 有门深入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 不能够辨别是非邪正 怕多听了 动摇自己的信心 那这个就不可以听 在这种信心就不可以 如果自己信心坚定 绝不动摇的话 就可以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 老师教学 也不例外 都是守着一个原则 懂得呢 就很好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一直在为众生播放地藏经 播放前 按杨老师编辑的祈祷文 每一天 齐情众生 来家里听经 但老法师曾说 晚上齐情 早晨停播时 还要恭送 请问如何恭送 是否有恭送文 可以参考 你请客来的 请这么多人 习散掉之后 要不要送客呢 所以这是礼貌嘛 送客的时候 不必有任何仪式 这些祈祷文不需要 这是恭恭敬敬 那么你齐情的哪一些众生 你齐情哪一些众生 那这一些众生呢 一类的 一类一类的 一类一类的 要请他们 回归本位 公公敬敬的 对他们问讯 请这些众生呢 回归本位 就可以了 所以送的时候 比情简单多了 底下一个问题 说家中啊 有两部电视 轮流播放 一台播放地藏经 一台播放 实际上一道尽 师父也需要 齐情恭送 需要 总是人与人往来 有礼貌 人跟天地鬼神往来 也要有礼貌 在这个地方 学自己的平等性 真诚性 那么对天地鬼神 都如此 通常我们 对待一切众生呢 当然更应当 要谦虚 要尊重 要有礼 下面一个问题 听说念佛堂 最好啊 分礼佛 念佛 和打坐 三个区域 请问 应如何 安排 福气 全日 这个流程 应如何 安排 那么这些呢 都有念佛的 遗规 对念佛遗规 看你佛堂 大小 共修的同修 有多少人 怎么个分配 这里都只有一些原则 细节呢 每个道场都不一样 各个道场有各道场的规矩 总而言之 现在修复 我们记住一个总原则 重设置不重形式 形式没有什么关系 设置就是真诚 恭敬 印族告诉我们 一份沉浸 得一份礼 十份沉浸 得十份礼 最真诚的恭敬 非常重要 念佛 最忌讳的 是 是 怀疑 夹杂 简短 你看 西方确实 就明妙行菩萨 告诉我们 他说的 很白 很容易懂 念佛最重要的 不怀疑 不夹杂 不简短 实际上 约远 都是从 大师之菩萨 袁童章里面 所说的 袁童章所讲的 念佛方法 是都摄六根 静念相机 都摄六根 就是放下 万元 让心恢复到 清净 一心成念 那就是 都摄六根 静念相机 什么叫静念呢 不怀疑 不夹杂 这个念就是清净的 就是静念 我们半信半疑 念佛的时候 还有妄念 所以念佛的时候 你如果在家里面的话 最好能把电话都拔掉 把你门铃也关住 不能够 有闲杂的来打现场 会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 你就不能得到静念 所以静念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 这些措施 那么念佛堂里面 要有护法 护法是什么 外面 念佛堂外面 周边人 要有人 打 我们 快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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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换 快换